廟會活動卻變成打架大會 在台北市北投辭後宮 執行繞進活動 鎮頭跟民眾卻發生激烈烤找 還拿出辣椒水狂噴 被噴的男子懷恨在心 在捷運站附近又撞見鎮頭的人 二話不說 直接亮刀攻擊 黑衣男子拿起辣椒水 一個跳躍朝對面民眾狂噴 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面位繞進變成打架大會 場面有夠火爆 更把一旁遠景當作空氣 大猴叫囂推擠樣樣來 完全不手軟 好不容易被制止 但恩怨並沒有了結 捷運站附近滿滿都是人 原來被噴辣椒水的民眾 懷恨在心 回過頭來亮刀攻擊 事發就在20號晚上 台北市北投辭後宮 舉辦一年一度媽祖繞進活動 鎮頭在武龍武士時 不小心撞到民眾 男子不滿對著鎮頭大聲飆罵 掀起了雙方怒火 男子被拉交水回擊後 到了捷運棋岩站 又撞見鎮頭的人在收拾東西 不管3721直接拿刀把人劃傷 立刻逃逸 到達現場 發現12人已離開 並發現有一被害者遭力氣所傷 送醫後無生命危險 三名嫌犯落網 依據眾鬥毆傷害罪移送偵辦 只因肢體碰觸 擦槍走火見血 廟會活動全變了掉 接下來台北 綜合報導 道 分